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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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主題是關於上課穿搭 因為我現在是大學生嘛 所以我常常都在煩惱我到底要穿什麼去上課 我現在真的很羨慕那種國小 國中高中的制服穿 那時候應該好好珍惜的 現在真的每天都不知道要穿什麼 那我今天總共整理了五套 就是我平常會穿去上課的衣服 或者是比較喜歡的風格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先來分享第一套 那第一套呢就是很簡單的一件T恤配上一件 微微的寬褲 然後這一件寬褲是我近期超愛穿 我最近只要出門不知道穿什麼都直接去衣櫥 拿這件寬褲來穿 但是我的這個寬褲不是寬到那種 風出來會狼狼那種不是 寬褲是稍微比較沒有那麼貼腿 但其實它也不算到一個很寬的寬褲 那我覺得這種寬褲有一個好處 是它比較顯瘦 因為不是做貼身的 所以就算你胖人家也會在想說 到底是褲子的設計胖還是你本身胖 所以我近期蠻喜歡穿這種寬褲 那這件褲子有一點點 穿上去可以露腳踝 我自己很喜歡女生穿那種露腳踝的褲子 所以我近期都是很愛穿這件 那很多人會想說穿這種褲子 會有點像是西裝會太正式 但是真的不會 你們只要搭T恤或是搭那種 就是這種條紋百搭的襯衫 看起來就會很休閒很可愛的感覺 如果你上面可能真的是搭那種 很正式的黑西裝 再配這種褲子就會很像是要去上班的感覺 那再來是這件T恤 有在Follow我的朋友應該知道 我非常非常喜歡穿T恤 因為我覺得T恤就是很白搭很舒服 而且很容易買到 那件T恤它是一個很簡單的設計 就是中間有文字 因為我本身其實很喜歡穿全白T恤 但是有時候我就會覺得全白太過簡單 搭配這種褲子就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特色 所以我就會去找這種簡單的字 或是簡單的LOGO 看起來很休閒很白搭 你不管要配這種寬褲啊 或是配貼身的牛仔褲啊 貼身的黑褲、裙子什麼 我覺得都是很百搭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買T恤我一定會看袖子的長度 那袖子低於這邊左右 我就不會買 因為我自己的手臂本身骨架很大 所以我就算再瘦 我的手臂看起來也是粗的也是撞的 所以我通常不會買那種很短的袖子 我一定會買至少有過到一半 手臂這邊 你的袖子就可以把你的肉遮起來 然後同時你也不會覺得 穿起來會很便扭 第一套呢 我會搭配這雙白色的球鞋 這雙是近期還蠻紅的那個FILA FILA 但是我不確定我沒有念錯 如果我有念錯 你們一樣可以在留言更正我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你為什麼不配黑色的鞋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剛剛穿那件黑褲 然後再配黑色的鞋 我就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特別 所以我就想說配一個白色的球鞋 這雙是近期很流行的那個 很像阿幹的那種款式 但是我本身並不是很喜歡 就是別人買什麼就買什麼那種 所以我就是找跟阿幹很像的款式 但是不是一模一樣的 我包包幾乎上課都是背同一個 就是這個愛迪達小包包 這個在我某個月愛用品已經介紹過了 我超愛它 它真的超可愛 然後超能裝 而且你不管是穿襯衫啊 穿一些T恤 穿裙子什麼的 它配起來都是很好看 它很百搭 後面的背帶都是可以調的 然後你們不要看它這麼小 它是非常好裝的 再來第二套呢 我會搭配一件帽T 配上一件貼身的牛仔褲 那帽T不用說了 不管是男生女生年輕人老人 都一定要有一件帽T 因為帽T 真的就是冬天很必備的一樣東西 因為它有口袋 然後它又有帽子 所以等於冬天 如果那天沒有很冷 你可以直接穿出去 然後戴個帽子就很方便 我會喜歡帽T的原因 是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穿衣服很喜歡有帽子的衣服 那我只要一覺得沒有安全感 我就會直接把帽子戴上 會覺得稍微有安全感一點 這件帽T呢 我選的是後面全黑 然後前面有一個 很有個性的LOGO 我覺得這件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它簡單的同時 也不會失去它的特色 就是它有這個LOGO 那這些衣服的資訊呢 我都會放在以下的資訊欄 我就不在影片講 因為我怕我自己講一講 就會講得很長 那下面是做收口的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個子比較矮 你就可以直接遮到屁股 然後它就會讓你的屁股 看起來顯得比較小 帽T呢 我都會搭配這種緊身的黑褲 那我買的這件黑褲呢 是高腰的 就是它穿起來是在肚臍上面的 我本身不喜歡穿低腰的黑褲 因為我覺得低腰的黑褲 會顯得屁股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起來 腿長比較瘦的話 你們可以選擇那種高過肚鞋的黑褲 會讓我的腿拉得超級無敵長 但是高腰褲相對的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吃比較飽的時候 它會卡在你的肚子那邊 會比較不舒服一點 很多人應該會想說 那你帽T為什麼不另外搭寬褲 因為我覺得如果帽T再另外搭寬褲 會看起來顯得腿有點短 因為帽T本身就長 然後你寬褲本身也短 所以如果搭起來看起來會 腿比較短一點 我就喜歡穿這種緊身的黑褲 然後看起來腿比較長 同時帽T也可以遮到屁股 帽T我會搭配的是這雙Vans 但是你們不一定要買Vans 你們家裡有的那種黑色球鞋 或者是這種白底的球鞋都可以 那我自己近期非常的喜歡穿Vans 我買的這雙是底有真高的 因為如果你穿剛剛那件黑褲 然後再配這雙底真高 你看起來都會像170 因為帽T是黑色 褲子也是黑色 所以如果再搭一個全黑的球鞋 看起來也是特色就沒了 所以我就會故意選擇有這種白底啊 或者是白色的logo 再來第三套呢 就是one piece 就是一整身的 我覺得one piece的硬服 超級無敵方便 因為如果你今天很趕時間 你就可以直接套上去 然後就出門了 或者是你今天不知道 你下半身到底要搭什麼 你就直接穿上這一件 然後裡面穿個安全褲就可以出門了 那我自己有時候 本身跟朋友出去 我真的不知道要穿什麼 我就直接從衣�子裡拿出這一件 然後穿個球鞋就出去了 我選的這一件呢 一樣就是黑底 然後前面有一個英文的logo 最特別的是 它後面有這個十字架 這設計超酷的 它後面是做這種英文的 我超級喜歡這種個性的感覺 我覺得這件最特別的是 它帥氣的同時 又不會失女人味 因為它下面是做一個裙子的設計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穿這種one piece的衣服 就是沒有什麼特色 很簡單 那這時候你們就可以利用一點小心機 就是身邊的一些飾品 或者是一些配件 可以拿來做搭配 像是我自己穿這種one piece 我就很喜歡搭這種帽子 因為你那天就是感覺帥帥的嘛 戴上帽子會感覺更帥 所以我就很喜歡戴帽子 自己還有想到一個 比較特別 比較小心機的地方 就是長襪 因為如果你穿這種衣服 然後配上短襪 再配一雙球鞋 就覺得還好 可是這時候 你只要搭配這種 有一點點長度的這種襪子 有一點髒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我穿很久了 這個是我在 這個好像是我在淘寶上面買的襪子 它很可愛 它是一個小小的愛情 然後很多人很喜歡穿長襪 可是不敢穿那種很花俏的長襪 你們就可以像我買這種白色 然後上面有一點點小logo 這時候你就可以配上你剛剛的那一雙lens 然後再加上一個小長襪 看起來就會很可愛很帥氣的感覺 那我上課一樣包包都是背這個 所以我就不再多介紹了 第四套 那第四套呢 是比較偏你今天可能去上課 然後放學要跟朋友出去逛街啊 或是跟男朋友出去約會就會比較適合第四套 那我第四套準備的人就是襯衫配上牛仔裙 那先從襯衫開始介紹起好了 你們有看到我後面這件襯衫嗎 我家有非常非常多件襯衫 而且都是條紋的 因為我覺得條紋就是很百搭 我覺得每個人的衣櫥裡一定都要有一件襯衫 而且是要條紋的 現在的天氣是秋天左右嘛 就是有時候會很熱 有時候會很冷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穿襯衫就很方便 因為襯衫其實大多數都是做長袖的嘛 那它都是做比較薄的材質 所以你這種天穿是剛剛好的 不會太熱也不會太冷 襯衫的版型是可以修飾 讓你的骨架比較小一點 因為襯衫就是中規中矩 你的肩線就是對在肩線 如果有的襯衫肩線是掉到這邊的話呢 就會顯得你肩膀寬 那我選的這件呢就是肩線對到肩線 所以看起來會顯得我的肩膀比較小 我穿襯衫自己就是會搭配那種藍色牛仔褲啊 或是黑色牛仔褲 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較特別比較可愛呢 我就會搭配這件牛仔裙 這件牛仔裙呢它是做A字裙 A字裙會讓屁股看起來很小 然後把襯衫紮紮進去 然後穿到肚臍上面 你就會覺得你的腰很細的感覺 這件穿起來會超像韓牛的 因為我前一陣子去韓國發現 每個韓國人幾乎都會穿襯衫配上牛仔裙 然後再配一雙長襪 然後再配一雙球鞋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穿這種A字裙的話 就不要再搭靴子了 字裙比較長 然後你的靴子又很長 你會只剩下中間膝蓋那一節 會看起來腿比較短 所以我建議穿這種的話 你就可以穿一些低筒的鞋子 是一些比較可愛的涼鞋之類的 再來最後一套呢 是近期非常火紅的東西 就是 運動服 然後我今天選的是一套的 記得最一開始出這種運動服的牌子 好像是愛迪達的 但不是任何牌子 這件就只是一件很基本的運動服 然後這件運動服它做的呢 也是三條線 然後有帽子 所以非常的方便 穿這種運動服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不需要再另外去搭配任何東西 因為運動服本身就是很休閒的 如果你再去搭什麼耳環啊 或是搭什麼手鍊啊 就會看起來太多餘了 因為運動服很休閒 你在搭那些花俏的東西 就會看起來有點跳衝 所以我自己穿這種運動服呢 我就直接背背包 或是戴帽子 然後穿鞋子就直接出門了 這件褲子 才是我喜歡這套運動服的一個原因 這件是鬆緊的 穿起來會很像睡褲 我不是說它 穿起來很像睡褲 是它穿起來的舒適度很像睡褲 現在大學幾乎都是坐在教室上課 所以有時候坐一整天穿那種緊穿褲 會比較覺得有點負擔 比較不舒服 如果穿這種休閒褲去上課 我就會覺得很舒服 而且很沒有負擔 會感覺整天都坐在家的感覺 運動服它旁邊也是做三條線的 所以它可以修飾你腿的長度 也會讓你的腿看起來比較長 而且黑褲很容易修飾腿型 又加上它是這種線條的 會讓腿看起來更長更漂亮 一套的所以非常的方便 這套運動服呢 我也會搭配vance 你們看是不是超白搭 它就是黑白配上黑白的鞋子 然後包包我一樣是搭那個愛迪達的 那以上就是我整理出五套的穿搭 那希望你們喜歡 但我還是要說一下 這個穿搭並不是指否大學生 我是給所有年齡層的人 就是如果你們想要出去逛街啊 出去約會什麼 也可以參考我今天分享的方法 但是不一定要跟我買一模一樣 或者是一定要跟我穿一樣 因為我今天主要只是跟你們分享 我平常會怎麼穿而已 那喜歡記得訂閱我幫我按讚 也要記得多多去我的Facebook粉絲團按讚 然後多多去我的IG 觀看我更多的生活 那就這樣囉 掰掰